欢迎回来 现在是早上的8点47分 马上带你来关注一下股市 目前台指期的早盘是涨了105点左右 来到16575点 而随着美国有望避免债务违约 投资人同时消化 美国联准会言论 美股周四是喜上眉梢 带着财报告捷 挥达等半导体肋骨猛声 不过受到Salesforce拖累呢 道琼涨幅受限 中场收红超过150点 纳指责强宣超过1.2% 标普指数涨进1% 创2022年8月以来的最高 费办是静阳超过1.5%